带娃的老人要切记,孩子的这几件事宁愿烂在肚子里,也不能说出口,人老了,去儿女家,帮忙带娃,减轻儿女的负担,也老有所乐,去带娃本来是好事,但是很多老人不懂得育娃,反而带来很多的不愉快,儿女也不满意,心理学专家李梅瑾说过,孩子聪不聪明,其实不用等长大也能看出来,其智商高低的秘密其实都藏在手里。 要懂得,孩子有很强的模仿能力,也在形成自己的世界观,老人不能三五句话就遏制了,有些事情在大人看来是小事一件。 可是孩子却认为是秘密,老人要切记,宁愿烂在肚子里,也别将孩子的这几件事往外说,学习有价值的国学,什么时候都不晚,欢迎订阅肖默国学,老人和孩子的私下约定,别说树立诚信,大人私下的约定,可能关系到改变命运的大事,常常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和收入等,为了自己过得更好。 我们会遵守约定,秦朝末年,刘邦和项羽约定,谁先到咸阳,谁就为王,结果刘邦先到,项羽气愤不已,但最终还是刘邦赢了天下,大人和孩子之间的约定,在大人看。 就是儿戏,不会当一回事,老人随口就说孩子和自己约定了什么,孩子立马就会生气,认为老人没有诚信,在嘲讽自己。 比方说,老人和孩子约定,周末去某个地方游泳,孩子担心父母不同意,因此就反复叮嘱爷爷奶奶别说出去了,可是爷爷奶奶答应了之后,转身就告诉家里人,还问一问,家里人是否都同意,孩子可能因此游泳去不成了。 此后,孩子对爷爷奶奶也会隐藏真实的想法,避免被告状,莎士比亚说过,如果要别人诚信,首先要自己诚信,老人不诚信。 凭什么要孩子相信你,诚信课从小就开始了,而不是人长大了,才反复说道理,孩子和玩伴的秘密,别说学会尊重,有个比喻,这六月的天,如孩子的脸说变就变。 孩子洗脑,一会儿拉拉扯扯,说我不理你了,过一阵子,孩子又会聚拢,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,大人会看到孩子和玩伴的关系变化,但是不要随意评价,说谁对谁错。 如果孩子和玩伴之间有什么秘密,孩子偷偷告诉了爷爷奶奶,那么爷爷奶奶应该学会保守秘密,比方说孩子和邻居家的孩子约定。 以后长大了,就做夫妻,这是童言无忌,不能当真,但是爷爷奶奶不能说出去了,大家听了这样的秘密,肯定会哄堂大笑,孩子无地自容,认为爷爷奶奶真的很坏,在背后算计自己。 作家艾姆森说过,教育成功的秘密在于尊重学生,老人在带娃过程中,就像一位老师一样,学会尊重是必须的,老人守住秘密之后,孩子有什么都会告诉老人,这就更有利于老人帮助孩子成长,孩子对父母的不满,别说减少内耗。 孩子说,爸爸太坏了,居然一个月都不回家,妈妈太坏了,就知道骂我作业没有写好,妈妈太狠了,不帮我买糖果,世上没有完美的父母,总是会犯错,在孩子的眼里,父母是伟大的,同时会因为某些事情,对父母有误解,孩子去爷爷奶奶那里告状,说爸爸妈妈多不好。 其根本是想爷爷奶奶帮忙,教训父母一顿,如果爷爷奶奶盲目帮助孩子,对爸爸妈妈劈头盖脸,就是一顿臭骂,认为爸爸妈妈不对,显然是引发家庭争斗,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有不同的教育方式,对孩子的看法不一样,需要的是沟通,而不是争吵,事实上,孩子的话没有经过验证,真假还不一定。 老人应该懂得,做孩子的言语的出气筒,倾听孩子的倾诉,但是不做出过激的行为,有时候评判都是多余的,孩子对爸爸妈妈的气话,说出去就好了。 而不是需要什么结果,老人听了,接住了,就到此打住了,孩子的伤心是,别说,不翻旧账,人都要往前看,而不是往后看,昨天已经回不去了,何必苦苦纠缠呢,孩子只有几岁,但是他们也有过去。 比方说,前天和玩伴吵架,都扯掉衣服了,上个月被邻居的狗追,摔倒到田中去了,发现一只受伤的鸟,哭了老半天,自己碗里的鸡蛋,被哥哥偷吃了,孩子伤心的事情,告诉了爷爷奶奶,其实是一种情绪的发泄,也是指望能得到爷爷奶奶的安慰。 当老人把孩子的伤心事说出去的时候,那么孩子内心的伤口再次被揭开了,不美好的回忆涌上来,要么导致哭泣,要么导致生气,有的老人还计较孩子骂了自己一句,常常念叨,从而爷孙的关系就很糟糕了。 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,寻找当下的幸福,看未来的希望,应该更好,孙辈的小错误,别在儿女面前告状太多的孩子。 小错不断,大错不犯,让其身边的大人非常头痛,如何管教,才能让孩子不犯错误呢? 大人越是去纠正,孩子的错误越多,似乎效果是适得其反的,有的老人希望联合家里所有的大人。 一起来教育孙辈,把错误遏制住,殊不知,就在老人在家谈起孙辈的错误的时候,就引起了孙辈的反感,认为大人不可以信任,还专门挑刺,有一位作家说过,有益的本质在于原谅他人的小错。 诚然,老人和孙辈在一起,其实是一师一友的关系。 不能居高临下,要知道,隐藏一些无伤大雅的小错误,还是对孙辈的尊重。 既然和孙辈做朋友,那就要有朋友交往的原则,对于小错误,当时应该指出来,而不是背后念叨,告状就更不对了,有番旧账的嫌疑。 比方说,孩子去乡下,玩泥巴,弄湿的衣服,及时更换就好了,回到城里就别念叨了,把过去的事情当成一种童趣,孙辈花了小钱,别在儿女面前唠叨,带着孙子,外孙外出游玩,逛街,难免要花点小钱,小玩具,小食品,都要花钱,孙辈花钱了,老人多半会心疼。 尤其是没有退休金的老人,可是老人在儿女面前唠叨花钱的事情,就会在儿女心里留下不太好的印象,小气,斤斤计较,搏带孩子等,处理日常花小钱的问题,老人应该和儿女提前商议,一个月给多少,不能每天都念叨,讨好。 对于有退休金,或者存款很多的老人来说,儿女不给零花钱,也无所谓,隔代的情,也是要花钱的,就当是变相地资助了儿女的小家庭,花钱了,自己心中有数,别唠叨,就是儿女问起,最好是一笔带过,不到做出很当一回事的样子。 孙辈和玩伴的打闹,别处处互短,明代思想家吕坤说过,修身以不互短为第一长进,人能不互短,则长进者致矣。 不互短,带着公正的态度去处理问题,人才会从繁琐的生活,争斗,小错误之中,慢慢进步,太多的老人,把孙辈当成心头肉,放在手里怕飞走,放在嘴里怕融化,任何人触碰到孙辈,都会当成恶意的攻击,不管什么情况,第一时间就站出来,保护孙辈,没有错,但是对于孙辈的言行举止,一概认为是正确的,那就错了,带着孙辈外出游玩。 或者在小区里溜达,和别的孩子嬉闹,是不能避免的,孩子闹腾一阵子,是非对错,这是说不清的,哪怕有孩子哭了,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受到委屈,哭泣的孩子,肯定会找大人说理,但是孩子的话,可信吗? 未必,聪明的老人,孙辈嬉闹过度,导致发生肢体冲突等,会公正对待,承担应有的责任,一些无伤大雅的嬉闹,那就一笑而过,不予评价,不互短,而是用社交和社会规则去管教孙辈,也是培育孙辈的规则,责任意识,子女家的丑事,别对小区里的人说。 带孙辈的过程中,老人会接触到儿女的很多事情,包括工作,社交,日常习惯等,虽然老人疼爱自己的儿女,但是仍旧有很多问题,是看不惯的,毕竟两代人的三观有区别,人生阅历更不一样,最可怕的是,老人发现儿女的丑事,也不好意思在家里讨论。 就神神秘密地告诉小区里其他的老人,让大家出个主意,平平里,小区和农村的村庄有类似的地方,但情况更复杂,五花八门的人相聚在一个小区,真正是居心叵测,把子女的丑事说出去了,难免要传播成很多版本,回到子女的耳朵里,甚至导致子女出门,外人在一旁指指点点,家丑不能外养。 这样的道理,老人要牢记一生,和外人交谈,说一些无伤大雅的事情,就不能掏心掏肺。 比方说,儿女闹离婚,应该在家里调和,而不是请外人帮忙说教,外人一掺和。 情况更糟糕,是非不断,子女的经济状况,别在亲戚朋友面前炫耀,很多老人在儿女家住一段时间,摸清了儿女的底细,然后回到家乡,告诉亲戚朋友,说自己的儿女在城里,混得如何如何, 有的亲戚朋友,顺着老人的话,就去城里找老人的儿女,需要借钱,帮忙找工作等,如果儿女不能帮忙,亲戚朋友就冷嘲热讽,说这家人如何小气,如何不尽人情,如果帮忙,儿女也没有三头六臂,无法扶持一大群人,帮了东家,也帮不了西家,儿女要闷声发大财,老人要习惯财不露白。 只要家里人都有钱,老人能够衣食无忧,就好了,不一定要外人嘖嘖称赞,作家三毛说过,人类往往少年老成,青年迷茫,中年喜欢将别人的成就与自己相比较,因而觉得受挫,好不容易活到老年仍是一个没有成长的笨孩子。 人老了,应该是一个老小孩,千万不能自以为是长辈,还以老卖老,居高临下地教训孩子,既然选择了带娃,就要全心全意,多些换位思考,言语会给孩子带来什么伤害,会有什么教育,带娃不仅是给孩子吃饱喝足,保证安全,更要建立爷孙感情,促进家庭和谐,千万不要张口就来,而是习惯笑而不语。